各位学员大家好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踏上2022年涉税服务实务的征程 从拿到教材这一天开始 我们2022年的涉税服务实务的学习正式开始 我是西伟华 将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 因为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18、19号 我们的考试结束 我们的课程将始终陪伴着您 在学习涉税服务实务之前 我从6个方面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是报考建议和学习建议 因为到现在为止 咱们的这个事务室的报名才是火热进行中 所以报名没结束 那么报考需要注意哪些 学习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2022年教材的呢 框架结构及讲授安排 咱们呢 涉税服务实务从2021年开始 一共有9章内容 那对于这9章内容 我的讲课和教材会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 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这第二个 第三个 2022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那这里边大家呢 刚刚拿到教材 您最关心的什么 教材的变化在哪些地方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考试特点 在涉税服务实务的考试中 它有哪些呢 特点 那第五个 收客方法 我讲课我怎么安排 我怎么来讲 那么对大家的建议的学习方法 咱们从这边六个方面 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沟通 首先第一个是报考建议和学习建议 我们习惯上把税务师的涉税服务实务叫什么 叫税三 那也就是说咱们有三税 那三税 一般来讲是三税一起包 这三税一起包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税法一 税法二和涉税服务实务 涉税服务实务也叫税法三 对吧 那么这里边报名的时间 是2022年的5月10号上午10点开始 那现在已经在报名中 到7月8号的下午5点结束 这是呢 有将近两个月的报名时间 那么下边你如果忘了报名了 怎么着 补报名时间 2022年的8月5号的上午10点 到8月16号呢 下午5点 它有个补报名时间 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时间 还有报完名之后 千万别忘了交费 因为咱们真有学员 报完名之后 没交费 以为自己报上名了 等到考试的时候 发现没自己得 这个总考证 这就是坏菜了 对不对 那这里边 税务实一共五门课 那么税法一 税法二 还有咱们的税法三 比如我讲的税法三 还有呢 财务与会计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咱们五门课 在这五门课中 给大家呢建议 如果您报了五门 说我特有雄心装置 今年的一庆报五门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我不太建议大家 一庆报五门 因为五门的学习压力 还是呢比较大 当然你说 哎老师我是大四的学生 我呢这个考研 考结束了 现在呢实际上 我也没找工作 我没去实习 我就全力以赴的 那么考这个证书 OK可以 或者说 我呢现在就是全职来考 您报五门没问题 但如果你一边工作 一边考五门 我个人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 您最好是 仔细的斟酌 衡量之后再来呢 确定报考 那对于呢 学习的顺序 大家呢要注意 是涉税服务实务这门课 属于 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注快税法的 综合阶段考试 它是呢 一个综合运用性的学科 那么要求考生 在熟练掌握 税法一 税法二 财务与筷子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 这句话就说了 你的学习的顺序 随习顺序 如果你今年考三岁 那你就先学 税法一 税法二 再来呢 学涉税服务实务 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本身是 今年呢 还要考财务会计 那OK 你把税法一 税法二 财务与会计 学的差不多 咱们再来学呢 涉税服务实务 这是咱们的 这个学习的顺序 如果你说 哎老师 我就报了 睡一 睡二 那我下边 学涉税服务实务呢 你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多学一下咱们的第四章 涉税会计核算 因为呢 咱们这里边 他在涉税服务实务的考核中 他强调税快结合来进行考核 这是咱们的学习的呢 顺序 同时大家呢 可以把学习呢 涉税服务实务的过程 作为呢 辅习 睡法一 睡法二 再学习呢 涉税服务实务的呢 过程 这是一个 如果您本身已经考过了 因为咱们不少学员 在去年或前年的时候 您过了一睡二 但是呢 涉税服务实务可能差这么几分 没过去 那怎么办 在这个过程中 给大家建议什么 您的这个涉税服务实务的学习 您可以结合去年的学习的资料 再加上咱们今年的呢 一些变化 您呢 沿着咱们去年的冲刺串奖班中 总结的那些题目 不是内容 因为内容有可能有变化 那么题目 您来学咱们的涉税服务实务 一边学一边按你思路总结 然后每个简单题 你至少要练一至两道的题目 这样的话 才能确保你真正的掌握这个知识点 那么咱们为通过考试 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一次呢 咱们的报考建议 学习建议 第二个是2022年 教材框架结构 即讲授安排 那从2021年开始 咱们呢 是2021 2022 连续两年 因为2022呢 它的矿资亚结构和2021相比 没有变化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只是呢 内容的呢 调整 这里边 这个2021和2022 它是按照业务模块 哪些业务模块 那么业务模块 比如说 咱们涉税会计核算 纳税申报代理 你怎么填申报表 怎么做纳税申报 那么涉税见证 与纳税情况审查 税务咨询 他们其他呢 税务事项代理服务 这咱们呢 这个业务模块 这也是税务事事务所的 主要业务模块 所以它根据这个业务模块 把咱们的教材内容 分为9章 这9章有合理之处 让你呢 提前熟悉 税务事事务所的 主要业务模块 这是它的合理之处 但是有没有不足 有 比如说 在咱们教材中 它把一个税种 切成不同的部分 比如说 我可能在见证里边 那么告诉你研发费用 怎么做见证 然后回头我告诉你 研发费用的呢 怎么样填表 那这样的话 你把一块内容 分在两块来讲 它就学起来 就会比较散一些 那么比如说 你增值税 一块呢 讲怎么审核 一块讲怎么做账 另外一块呢 讲怎么申报 那实际上 我呢 这个业务 是税收政策 发票开具 申报本填写 账务处理 这整个一套流程 咱们应该一起来讲 那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至少我的解决方案 是给大家呢 单独整理 重要支点的经讲 也就是说 我现在提出来的叫做 双支柱的讲解模式 什么叫做 双支柱的讲解模式 第一支柱是什么 第一支柱 是咱们的基础知识点经讲 这个基础知识点经讲 是按照教材顺序来讲 按照教材顺序 那大家一听 说哎老师 你都按教材顺序讲了 你再有第二支柱 会不会重复 不会 因为呢 咱们第一部分 按教材顺序讲的时候 基础知识点经讲里边 我呢 这个按顺序讲的时候 但是涉及到第二章和第八章的发票管理 发票代理 你发票管理和发票代理 是不是你代理的时候 都有发票的基础知识啊 它两个是密不可分的 所有把它抽出来 把它从第二章第八章抽出来 这发票管理拿出来了 然后呢 在第三四五六章中 把呢 咱们的具体税种和社保的内容抽出来了 在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点经讲里边 没有讲它 而是把它整体放在第二部分 重要知识点经讲中 所以大家你会看到 在我的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点经讲中 它所用的课时 要比其他老师少很多 那这为什么 因为呢 我把最重要的内容 咱拿出去了 放哪去了 放到第二部分 重要知识点经讲 那么第二部分 重要知识点经讲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内容比较多 内容很多 而且都是咱们考试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呢 在按照业务模块讲解的基础上 比如在基础知识点经讲的基础上 按照税种和具体业务 那么来讲解呢 重要知识点 那么咱们在第二支柱里边 分成六章 那么大家爱老师三章 这前三章 那么后边还有四支六章的 重要知识点经讲 一共六章内容 所以我讲的是九加六 九个基础章节 六个呢 这个重要知识点经讲 大家说爱老师 那么你和咱们叫 他九章内容相比讲很多 没有 我只是把基础章节里边的 重要的呢 涉水知识 社保知识 发票管理的知识 那么抽出来了 放在第二部分 整合呢 做讲解 你看 第二部分 那么重要知识点经讲的第一章 是什么 发票管理 把咱们的第二章 就叫在第二章的第二节 税务管理中的 发票管理 和第八章的第一节 发票相关代理服务的内容 整合到本章 那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章 发票管理 它是整合了第二章 和第八章中 发票管理有关知识 紧接着咱们的第二章 货务税的纳税审核 与 纳税申报 代理 也就是说 讲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纳税审核 和纳税审核 代理 这是将教材中的第三章 第三章 它第三节 是货务税的呢 纳税审核 方法 那么怎么做审核 然后第四章的第二节 货务税的会计核算 你怎么做会计核算 还有呢 第五章的第一节 如何做呢 增值税 消费税的纳税申报 那么也就是说 把增值税和消费税 与它纳税审核 核算 和呢 这个申报内容 整合在一起 形成第二章 是货务税的呢 纳税审核 与纳税申报代理 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 是所得税 纳税审核 涉税见证 和纳税申报代理 是把我们教材中的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中 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有关的呢 这个内容 放在了咱们的呢 这个所得税 纳税审核 和纳税呢 申报代理 还有涉税监证代理里面 这是咱们的呢 第三章 第四章 是其他税种 其他税种呢 是把我们教材中的 这个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与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那么还有呢 土地使用税 气税 还有呢 咱们的印花税 环保税 资源税 等等有关的内容 整合到第四章中 这是第四章 第五章 社会保险费的呢 审核与审贸代理 是把第三章的 第六节 那么以及 第八章第六节 只要是与社保 申报 那么审核有关的呢 内容 咱们放在一起来讲解 这是咱们的一至五章 按道理说 应不应该有第六章 夸章节 不应该有 因为呢 无论是教材中 还是呢 其他呢 辅导授业都没这一个 但是我为什么单独 整理一个夸章节 原因特简单 因为呢 咱们涉税服务实务 它与其他考试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综合性 它是把税和税 做综合 把税和会计做综合 把呢 这个实体法和程序法 做综合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就要求我们 你要通过呢 涉税服务实务的考核 必须呢 做综合整理 按照呢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那么 整合咱们的呢 会计税的呢 有关知识 所以 根据呢 涉税服务实务 经常跨章节出题的呢 这么一个 考试课点 我们整理了 跨章节这张内容 所以呢 这个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第六章 跨章节里边 整理了二十多个呢 这个具体业务 比如说 像呢 企业 出租 房屋 你要呢 交增值税 要交成建 教育附加 要交呢 房产税 要交印花税 要交企业所得税 这样怎么做 那我们就直接在 跨章节里边 把这业务拿出来 下到税种的 政策给你 搞在一起 比如说 我企业做投资 我的呢 增值税 什么政策 那么账怎么做 企业所得税 什么政策 那么土地增税 什么政策 那么整理在一起 那么根据具体的业务 来整理了二十多个呢 指示点 那么以便呢 大家做整合 这是我们的呢 第二部分 重要指示点呢 经讲 这也是呢 咱们考试的重点 这是我们的呢 整体的一个框架 和我们讲课的安排 大家会说 哎老师那就出事了 您这个内容和教材内容 教材顺序不一样 我们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的 多麻烦呢 没关系 我们这里边 有配套的呢 这个 涉税服务实物的 英式指南 和咱们的讲课顺序 因为英式指南 是我来写的 那么讲课顺序 是一样的 那下边 第三个问题 教材新来 大家很关心的是 二零二年 教材的主要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与二零二一年的 教材相比 整体框架结构 没有变 这是呢 一个 而且这几年 咱们的教材的质量 也越来越好了 包括呢 政策的更新速度 也越来越快 把过时的政策 也呢 逐渐的踢出了 咱们的教材之中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变化 那对于呢 咱们的教材的变化 我是从 我的讲解顺序来说呢 主要内容变化 首先在第一部分 那么也就是 这个九章内容 是基础支点 经讲内容的变化 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章 导论 基本上没有实质变动 只是在呢 这一章的最后 增加了 这个税务市行业 已经出台的 业务规范 包括呢 一个基本指引 四个行业指引 七个业务指引 28个具体业务指引 那么增加了名称 这内容简单 一大而过即可 这是呢 一个 在第二章 税收征收管理中 那么大约变动 25%左右 这个税收征收管理 那么它的结构 顺序有所调整 比如说 把注销 做了整合了 其实这个内容 它的整合 基本上不影响 我们讲课思路 和学习思路 因为呢 在咱们教材 那种整合之前 我们在原来的讲课中 就已经做了整合 那这是一个 那么主要的变化 有以下内容 第一个 新增批量临申报的有关内容 这是第一个变动 第二个 新增信用修复的有关情形 信用修复原来是三项 现在呢 加了五项 变成几项了 可以做信用修复了 变成了八项 这一个 新增呢 信用修复的程序 这是第二个 那对于呢 第二章中 与发票有关的变化 我们在哪讲 我们在呢 这个重要支点金奖的变化中在讲 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里边 它的最主要变化是简化 简化了咱们的呢 这个 涉税专业服务承接程序中的 业务委托协的签订 业务委派内容 业务计划制定的内容 实施程序的内容等等 这是呢 第三章 第四章 在涉税会计核算中 那么最主要的变化 是在税块 差异中 删除了重要性原则 与法定性原则的比较 是呢 删了一部分 那对于呢 一些小立体的调整 我这里边就不多说了 这是第四个 涉税会计核算 那第五个 是纳税申报呢 代理服务 这张内容 我们最主要的 把它拆到哪去了 我们把它拆到了 第二大部分 是重要之点经讲中 在第五章中 我们简单说 实际上一个变化就是什么 从2021年的8月1号开始 将承建和交易费 附加的申报 合并在增值税呢 纳申报表里边了 也就是说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也就是说原来叫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现在叫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的呢 申报表 无非在增值税的呢 税额下边加了一个承建 加了一个附加 加了一个地方交易附加 它很简单的一个变化 没有实质内容的变化 在第六章 涉税见证 与纳税情况审查服务中 基本上是没有实质的变动的 这是第六章 第七章 税务咨询服务里边 基本上没有呢 实质变化 只是调整了一部分立体 那这是呢 咱们的第七章 第八章 是其他税务事项代理服务 在其他税务事项代理服务中 它的最主要的变化 是大幅削减了 代理记账服的内容 一定要注意 它是大幅削减了 代理记账服的内容的 这是一个呢 变化 大家你可以看 第三章和第八章 都是往下减 减了不少内容 那么紧接着第九章 是其他涉税专业服务 是做了一个微调 主要呢 是调整了税务行政诉讼的判决 或裁定的呢 有关相关实践方面的规定 一个 第二个 调整了中级人民法院 法定管辖的范围 这是呢 咱们基础知识点经讲中 这个主要的呢 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内容变化不大 所以呢 咱们学员都问我 哎老师变化大吗 我都会跟大家说 和2021年比起来 基本上相当于没有太大变化了 因为2021年是什么样的 2021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我把它叫做乾坤大挪移 这是2021 而2022年 它的变化就小得多了 而且它的变化可预期的多了 因为呢 它的最主要变化 是放在了第二部分 重要支点经讲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变化体现在 发票具体税中 社保方面 这个内容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关注 那么税收政策的变化 所以这个变化 是在我们的预期内的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在在讲 截止到2022年3月31号的政策 因为咱们教材 接着到这一天 这一时呢 所以这些政策变化 是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发票 对于教材而言 咱们的变化 在发票管理方面 主要有这么三个 第一个 重新编写 机动中发票 开去的内容 一部分是向呢 消费者销售车 他上牌照 开什么票 机动车销售车发票 那么如果是汽车制造厂 卖给呢 经销公司 他不要上牌照的 这种车怎么办 咱们是通过什么来开 通过呢 增推专用发票等等呢 发票开票系统来开 OK 这是呢 一个 第二个 对个体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从事经营的呢 这种个人 你自己有车 你从事经营 你比如说 像咱们的滴滴呢 出行 那么像美团打车上 这些注册的呢 用户 那么这就属于什么 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 他在带开 货物运输业呢 增推发票的时候 不再预征割税 那他说艾老师不征了吗 当然不是 那么不再预征割税 他需要 自行按经营所的申报割税 一定要注意 他怎么办 自行按经营所的申报割税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删除带开 虚开发票的部分内容 但是呢 他虚开发票 带开发票的界定 那么这个删没删 没删 这份内容没删 只是里边的一些呢 详细的解释介绍 被删掉了而已 这是第一个 发票的内容 第二个 对于呢 增值税变动很大 大家呢 来看一看 第一个 原来咱们是在2020年的12月31号之前 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 可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 而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咱们的教材 包括税仪 包括呢 咱们的设置服务实务 删除了一般纳税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的规定 这是呢 一个 删除之后 下边 就是实际上执行的什么 除另有规定外 咱们应该是 一般纳税不得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2022年的4月1号 到2022年的12月31号期间 是用3%征受率的小规模纳税 免征增值税 还有一个免征值税的规定 是用3%预征率的呢 小规模纳税暂停预交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个 留底退税政策变化 那么这个留底退税政策变化 是今年最大的最重要的变化 要大家特别注意 原来是增量留底退税 现在不但有增量留底退税 还有什么存量留底退税 对于小微企业含个体户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户 它的呢 这个变动 那么它呢都是这个有呢特殊的规定了 它的留底退税的条件 它的呢 留底退税的呢 这个税额的计算等等都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加级底检政策延期 从2019年的4月1号开始做加级底检 大家你可以看一看2020年2021 那么这两年 每年加级底检都作为重要内容口 所以加级底检 它的呢 怎么计算加级底检 什么行业可以做加级底检 什么程序 那么如何做那个账务处理 如果贴身包饼 全套活大家都要回去 这是第四个 第五 纳税从事部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比如说像污水处理等等 可以选择急征急退 也可以选择免征增税政策 那么这个内容 是我当时看到教材之后 我有点傻眼 又睡衣没写 然后呢 他只写了急征急退的政策变化 没有写免征 可以选免征 然后咱们的涉税服务实务里边也没有 但等到我们省数稿 省到最后的时候 在咱们的第七章的案例里边 是有这么一个变化的 大家要注意 他第七章的案例中 有这么样的一个变化 把纳税从事的部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可以选择急征急退 那么可以选免征 这是也放入咱们涉税服务实务的教材中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新增销售再生资源 减益计税的审核 注意他新增的销售再生资源 减益计税的有审核 这是第六一个 第七个 是新增自2020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对纳税人提供什么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增增出的规定 他有免增出的规定 这是第七个 下边第八个 新增住房租赁企业 向个人出租住房 征收率的规定 他是选择减计税的话 征收率是减1.5%来征的 那这是第八个 那这个内容是税法一有变化 会影响到咱们涉税服务实务 或者税法一虽然有变化 但咱们涉税服务实务中有变化内容 咱们要注意 下边是税法一里边变了 但对涉税服务实务影响不大的 有哪些 第一 是交通运输服务里边新增了一个 网络平台道路货运输 那实际上即使没新增 大家你可以看 我是一个提供道路运输服务 虽然我在网上截谈 但我实质提供的运输服务 那你说我按什么交通运输服务 那你比如说像货拉拉这些货运呢 他如果车不是他的 而是那些个体户的或者个人的 那他只是提供的这种撮合 那实际上咱们有一个税务叫什么 叫做无运输工具长运业务 这是第九个 第十个是2021年的1月1号 到2022年的12月31号 航空运输企业 铁路运输企业 那么他的分支机构暂停运交 暂停运交的原因特简单 为什么呀 因为他呢这个预交的税额 你比如像航空公司 现在疫情 我家就在机场附近住 什么样子 是起价航班超级少的 那么有的航空公司 他的飞行员 一个月都很少飞航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应纳税额就很少 然后当你的设备的维修 设备的保养啊 那么设备的采购啊 等等还是必须进行的 有大量的进向 所以呢如果你底下仍旧是按照呢 这个一定比例 预交增税 有可能总部在汇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我的这个应纳税额 减预交税额是负数 所以为了呢 他有大量的负数的话 相当于交多了 怎么办 那就先暂停预交吧 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第九个第十个 我在前沿点 给大家简单介绍了 你知道有政策变化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内容讲的时候 就不再多讲 为什么 因为呢 他本身对咱们的设备服务 服务的考核影响不是很大 这是咱们的呢 第二个内容 第三个是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变动也很多 那么首先第一个 新增企业取得政府财政资金的收入券时间 这个内容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啊 几个原因 第一 这几年 政府给企业的补助资金的量 体量不小 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是呢 这几年咱们呢 从增值税上 对于企业取得财政补贴 它的增税政策有变动 那么第二个 所得税政策又有变动 发票开去 它专门有一个六层编码的 是什么呢 是与销售不挂钩的 这种的财政补贴 那么所以发票开去 也有的政策明确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呢 把增值税和所得税 放在一起考的概率 就会很高 这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新增中小微企业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的规定 为什么新增这个规定啊 因为呢 你五百万以下的 咱们一次性进成本费用了 那五百万以上的 能不能加速折旧 现在呢 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很困难呢 好 咱们有一个加速折旧 这是第二个 是针对五百万以上的固定产 中小微企业怎么做呢 加速折旧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 小型微利企业呢 市售优惠 2021年变了 2022年又变了 只要你是小型微利企业 那么咱们的所得在一百万以下的 现在真正的市场税率 百分之二五 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的 是百分之五 这是2022年的最新政策 这是第三个 第四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 发生变化 那咱们去年 是资料业企业 研发费用 加计百分之百扣 今年2022年又增加了一个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百分之百扣 同时咱们呢 在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中 相关费用限额的计算 也发生变化了 相关费用的限额 原来是呢 你有五个项目 五个项目分别 按照呢 这个各自项目的呢 这个扣除金额 研发费用的百分之十来算 其他相关费用的扣除限额 但是现在你有五个项目 五个项目可以放在一起 来算呢 相关费用的扣除限额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一个 从2020年发生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后 咱们呢 刚开始给发生新冠疫情的地区做捐赠 在捐赠的过程中 那么涉及到了你的运输不差 人工呢 出现了各种问题 因为你往那疫区要捐的话 就会呢 出现了交通的各种问题 所以呢 他在捐赠过程中发生的运费 保费 人工费用等等支出 如何在税前构除 没有个明确政策 到了2021年 对于这个扣除有了明确的政策 也纳了今年的教材之中 第六一个 新增企业所的税 核定征收 我原来核定征收 现在改成查证征收了 我核定征收时 买的资产 没有取得发票 在查证征收后 那么税前能不能扣除的问题 这是新增了有关内容 还有文物艺术品资产的税务处理 我是按照固定产处理 还是按照投资品来处理 咱们也有政策明确 这是第六个 那下边 第七个 是代理填着的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申报表的方法 整体内容重新编写 那这个内容重新编 对咱们的考试影响大不大 不大 他说老师 申报表填写是咱们考试重点 但是这种申报表填写是这样子的 申报表咱们现在每年一变化 每年变化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每年变化的根源在于 他的税收政策的变化 所以你把税收政策变化搞清楚了 那么你会填申报表 所以没必要单看呢 申报表的一个变动 这是第七个 那么下边税法二变动 但对呢 涉税服务实务影响不大的 对涉税服务实务影响不大的 又什么 第一个 境外投资者在境内同时呢 混合性投资 要税务处理 那么他变了 但咱呢 就涉税服务实务里面没有体现 那这里边我们会简单介绍 一个 下边是可转款的债券 转为呢 股权投资 他的税务处理 税法二变了 但是在咱们的涉税服务实务中 没有体现的 还有呢 新增基础设施瑞次的 这个税务处理 什么叫做瑞次啊 这是叫做不动产信托 不动产信托 这是一个特高式的名词 你比如说我研究生写论文 有的时候写 基础设施瑞次的呢 税收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怎么样呢 搞 那这里边 它是一个高大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内容 它呢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 但是呢 对咱们涉税服务实务的影响不大 这是咱们的呢 第三个企业所得税 第四个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中 第一个 一些个税政策延长 比如说 像全年奖 像股权激励的割税 像呢 棉语 会饺子呢 规定 比如 像天使投资啊 等等的割税政策 都是延期的 这都是没什么可说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新增的一个 这个内容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变化 新增 三世以下 应幼儿照顾 专项付加扣除 这是呢 咱们新增的 今年两会之后 才有这么一个政策 那第三个 对于同时取得 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纳存 原来呢 你在扣呢 个人的基本费用扣除 专项扣除 专项付加扣除的时候 只能在综合所得中扣 而现在呢 则是什么 你纳存可以选择 在综合所得 或经营所得中来扣除 那这一次呢 他有选择权了 第三个 第四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 2345都很重要的变化 那么 下边第四个 新增个体户 减半征收各数的规定 也就是说呢 你的个体户 那么 所得在100万以下的 减半征割税 那么减半征割税的话 它不是所有的个体户 而是呢 年所得 是100万以下的 减半征收 那这里边你要注意 个体户和 个人独自企业 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别 它别在哪呢 差别在于 你的个体户 大家你可以看 像咱们的 这个流底退税 期末流底退税 那么 咱们的增量流底 和存量流底退税 那么个体户 它都是含个体户的 但都没含个人独自企业 然后呢 回头你的个人独自企业 它在 年所得100万以下的 能不能减半 不能减半征割税 但你个体户可以减半 所以这里边 大家要注意 它两者的不同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从事全性投资的 个人独自企业 合作企业 它一律不能用 合定征收 必须改为 查证征收方式 这个政策变动 对于做投资的个人来讲 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呢 在2021年的12月份 发生变化之后 像我的同事 他家里边有做投资的 或者有企业家的朋友 做投资的 纷纷都问我 那么这对他们 有什么影响 这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个税中 其实你看起来 老师 比企业所得半分二少 没错 比企业所得变化小 因为它毕竟2019年刚改的 但是它的很多的这个政策 二三四五很重要 这是第四个个人所得税 第五个 其他税种 在其他税种中 第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的 享受主体的范围扩大了 它的范围扩大到什么地方 扩大到 你比如说这个不仅包括 小规模纳纯 现在还包括小型威力企业和提供 这一个 第二个 硬化税法全面修订 咱们呢 这个税法一和设置服务实务 也相应发生变化 第二个 第三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开发产品 在计算土增时 允许扣除的税金中 增加硬化税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在 我在第一次看这个变化的时候 都没看到 那这里边 这是一个变化 在税法一中变的 这涉税服务实务 没有这么明确写 但税法一变了 咱们涉税服务实务 它也相应变化 这大家呢 要注意一点 这是其他税种的呢 一个内容 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社保 在社保中 注意调整了阶段性减免和缓交社保政策 为什么呀 这个社保现在压力也很大 那么有的政策已经停止执行了 这一个 删除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集体比例的规定 因为生育保险已经进入到了医疗保险中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医疗保险是各地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来确定呢 这个计算的比例 集体的比例 这是咱们的主要内容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的呢 教材内容的一个变化 包括税法一 税法二 和涉税服务实务